我们一家都爱访问人 谁前来拜个龙门针 爸爸带头聊一时气温 聊聊怎么好住人生 贾难女生谁会在恋人 听说哈利波特也想要指正 他醒来了 顺目谁的绯闻 这面头最细腻就是素人 再忙也要记得就舍根 平常不一样的人生 再忙也要欢迎客人 我们一家放门人 我中哥我们有个很好玩游戏要给你看 亲子游戏哦 这在我们网络上超级红的 最近网络上 对啊 是一个很有很有名的亲子游戏 一派帮我 就是大人带着小孩玩 对 你想要跟你女儿玩游戏吗 超简单的 看看是什么样的游戏 就这样子啊 牛奶 对 先倒牛奶 然后放完了之后就把颜料挤上去 然后呢 挤到中间这样一坨一坨的 好 然后来变魔术了 那是什么东西 清洁剂 家里面都有 酷吧 酷耶 这个就是 这叫什么 这是那个网络上的牛奶遇到色素 牛奶又遇到色素 就像花一样 它原理是什么 它好像就是那个油会浮在牛奶上面 免到清洁机会把这个油往外推 我觉得亲子之间的游戏 我女儿现在已经不跟我玩这个东西了 真的吗 她每天看那个Facebook 对啊 而且你叫她她也不理 疯了 然后还一言九鼎 她第一个现象就是先从书桌 开始回到自己屋子里面 然后本来先开门 然后慢慢你们关起来 然后你一开门 他就一阵 一阵那个吸收声响 你们两个是不是这样子长大了 而且电脑里都关起来 只要一开门 我那个网页就收起来 我也是一个收 你们的表情是怎么样 然后说干嘛 有事吗 有事吗 你看 就这样子 不是都这样吗 女儿长大要有自己的空间 对 女儿长大真的就管不住 对啊 不过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嗯 你们这个 你们这个没结婚的女孩子 有个现象很有意思 我觉得在社会上 就是你们看到那种 看的那种好像乳臭未干的小孩啊 小男孩现在没什么兴趣 超没兴趣 又知道了 会喜欢一种 好像结过婚啊 然后带个孩子啊 我们在路边出现了千个狗 还千个狗 千个狗好有feel哦 你们就特别喜欢 我觉得很有温暖的感觉 不是 温暖的感觉 这个 每次看到那种画面我就觉得为什么 可是你们看到别人介入人家家庭的女人 你们就又骂 没有啊 我们只是纯欣赏 会觉得哎 为什么好男人都结婚 然后以他的范本再找一个 对啊 这样子吗 是 没有想说去很哈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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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面就是会喜欢 心里面就哈啦 哈 哈就是不得了一种事情 哈又没有要怎么样 给你们看这两个知道吧 我常看他们现在两个经常上媒体 哦 帅 两个帅哥 两个都有味道 你对好的哥俩 然后这个 我觉得你们这个年纪的女孩特别喜欢这两个 真的 为什么 我们就今天请他们来献身说法 耶 江永博 你来 谢谢 谢谢 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型男爸爸来家中做客 除了要跟我们分享私密有趣的家庭生活之外 还要分享两人独特的创意设计 这个就是我们伟大的桃姐 你在家里叫她什么桃子 叫妈妈 叫妈妈 我太太现在不准备叫妈妈 不行 妈妈两个字 就变成就好像你好像不太能再跟她亲热一样 那妈妈最好会叫妈妈 她叫你爸爸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过程 你老婆叫什么 叫我 都是我叫她妈咪的 我也这样 这个我有看到报上杂志有讲 这个就是一个桃子这个姐妹桃网站对不对 你们俩好哥们 这是一个什么意义 这是一个笔记本 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那那时候是在那一年的父亲节 那 有伯 有伯跟我被我老婆拉下海 那我们去去拍了一系列的一个记录照片 那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爸爸 那最主要是 我们把这个笔记本的所得 我们来印成贴纸 哇 男男君 就是希望能够大家对同性恋有善一点 对同性恋有善 为什么只是男男没有T呢 有啦 他写 be friendly to guys and lesbians 我看不见 哈哈哈 看小字 放大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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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花言啦 你别拿起来 我帮你 我帮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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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吗 这样就看到了 他这么远的看到 be friendly to 你们俩不要笑 终于一天你就看报纸 如果还有报纸的话 会丢到地上这样看 哈哈哈 好 做这个活动 你们两个都有小孩了 我们都有小孩了 你们俩很绝 都是老大是女的 老二是男的 对 好 那我问你啊 如果你们的孩子有一天 变成 lesbian 或者变成gay 怎么办 其实我现在就已经面临到这个问题 真的吗 我女的豆豆 豆豆从小看他 他从来不穿裙子 然后 然后就学我穿假脚拖鞋 然后 然后短裤背心这样子 他从来不穿裙子洋装 任何粉红色的东西 只要是女生喜欢的玩具 他从来没有一个半个 发的娃娃 没有 可是小孩讲得出来 女生东西通通都没有 不过你因为你自己带他 对 因为他对爸爸的感情很强 因为爸爸喜欢运动干嘛的 他有点这样 但以后可能会改 但我儿子就尴尬 我儿子就很娘 好 什么都他只要什么东西就哭 什么东西就就就就用 用我们所谓很娘的方式来 来来来来争取 那假如真的是 是心别这样捣乱的话 张大怎么办 算了吧 其实我们很认真聊过这个问题 跟桃子 对 我们我们我们早在这这几年 我们一直在聊这个问题 我们就觉得 我觉得小孩你不能限制他太多 你限制他太多的时候 他会跟你背道而行 那你反 你你你一定要跟他当朋友 你必须要去了解他 你了我们问题还问你 不要跑 不要跑啊 你这么这么酷这么man的人 如果你的孩子是同性恋 其实还好了 因为目前我的女的很女 男的很男 那我 很多小 很多小说都是女的很女 男的很男 对 但我现在是在跟我的女儿 讲说男人很烂 好 这样不行啊 就是男人都不好 这个贼炮 没有没有 我是跟他分享 其实我是多么的不好 那我有跟他讲说 其实你只要在旁边 那你有什么问题 我都可以处理 但是不在旁边 我就没办法 所以我现在灌输这个了 你大女儿现在几岁啊 八岁 你已经觉得说他 八岁差不多十二岁 会开始跟异性 就开始会有结束 你会开始想这个问题吗 我从六岁开始灌输他这个 就是男人是坏的 男人绝对是坏的 包括你你哥们 你人在内 就要说你自己了 没有我们在弄那个的时候就讲了 其实男人都是坏的 男人本来就是每一个好东西 不是这个坏 这个坏是对女性 就是男人都想去非离女性 是这个天性是如此 是坏 并不代表说他没有同情 你所谓坏是在这方面 就是 应该说有真坏跟假坏 有时候你承认你坏 那是一个诚实 绝大部分的男人 都不会承认自己坏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男生女生要互相配合 我觉得男生的野性 天生的野性一定比较重 喜欢往外跑了 到处玩 那就是 你们身为女生的 有没有本事去把你们这个喜欢的男生 抓住 桃子怎么抓住你这个野心的 你们以前都那么野 桃子怎么抓住你这个野心的 你人 我给你捡一百次叹气给桃子看 没有本来我们 我们是很 我们当初在一起的时候就很想过两人生活 那时候真的想定下来是因为 他以前有讲过 老婆已经有讲过 因为狗不见的事情 我们去海边玩 然后两只黄金猎蜿上车 结果从福龙 我都确定他上车 门关起来了 然后一直回到台北的时候 门打开 只剩下一只 那很像变魔术 就是魔术师忽然把一只鸽子塞进去 然后一倒不见的这种感觉 那我就疯了 我想我的狗 你们有关起来 门关起来 后来因为我们那个休旅车 后面的窗户可以开 他跳走了 那开了一半他就跳走 那时候我们那一天 宜兰台北这样沿路开了三四次 就为了找狗 后来真的让我们找到 到晚上的时候 真的一个沙石车司机找到 你怎么这样把狗子弄出来 他就跟他狗这样滚出来 我说我们不是丢 是在跳出去 然后真的找到狗 回家的时候 当然很开心很感动 那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感觉 就是我们像一家人 那我不要再有家人分开的 这种难过跟痛苦 那那时候我就 我还记得我就抓住我老婆的时候 我说好吧 我们就不要再分开了 我们一家人就不要再分开了 那时候就会 就有这个想法要定下来 那之后就是时间的安排 你人很脆弱 对了我其实蛮脆弱的 你也是在亲长大吗 对不对 所以你对你爸爸 我没有概念 我没有印象 我对父亲这两个字 我没什么印象 因为做爸爸他都是模仿 一个就是模仿自己的爸爸 另外一个就是自己 你自己去体会 所以我觉得我蛮幸运的 我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所以可能我必须要这样子走 才叫个爸爸 或者我必须要这样做 才叫个男人 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模式 所以我到现在 我就是觉得 只要家庭安定 生活美满 我觉得怎么样都好 你这个爸爸 自己觉得做得怎么样 还好 还可以 你跟你爸感情怎么样 很好 很好 像朋友 都跟你爸爸认识 江湖上我们喝过酒 聊过天 我说 我怎么去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 你爸爸很忙 对 你们家三个儿子 对 对 你是老大 他跟你接触很多吗 其实出国后就很多 你说移民之后 移民之后就变成时间 你们先到加拿大 对不对 先到加拿大 然后再到三藩市 然后我再到纽约 可是你成长的过程 跟他接触的比较少 十几岁之前 十几岁之前 比较像你 就是爸爸 就是严父 但是出去之后会开始聊天 所以那段时间 反正就变得很close 然后你父亲过世了 你结婚了 你现在有没有模仿他的样子 还是自己自成一格 我现在还在摸索 我怎么说真的 因为男女的相处 真的不同 所以我在摸索 怎么样带 你说儿子跟女儿 真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都在摸索 我们都没有经验做爸爸 都没有经验 你还有 你刚才讲说 你说男人都很坏 所以基本上 你也承认男人都很坏 男人在 在这个生物学当中 以前都是出去打猎 猎物脱回来 跟我讲法一样 就是这样 我碰到状况 我都跟我老婆讲 我们男人是出去打猎的动物 是离开洞穴 你们在里面喂孩子的 你要放我们出去一下 我没有这样讲 我只是说 我们感谢 这两个哥们 这两个老弟太坏了 没有 我一直说 现在的时代已经不一样 所以我自己也在调整 就是除了把猎物打回来以后 你还是要把里面东西处理好 不过我觉得你讲一件事情 我觉得是 这个不是 这个感觉我也有 就是你碰到你这个老婆 你觉得碰到对 你觉得碰对了 你该收山了 我本来就已经收山了 为什么 你年轻时候也玩啊 对不对 那叫玩 玩 就是真正去谈 其实 其实那时候还不知道 什么叫做谈感情 他不太谈他老婆的事情 你是怕回去被老婆说还是 他不会说我 他怎么会说我 他 没有啊 我应该是说 因为他也是 把阴光幕前 现在好不容易退到 阴光幕后 他老婆从来不上电视了 对啊 而且花了很多时间 说真的 要带小孩 那时候我也像野人一样 那尽量我觉得这是我比较珍惜的一个东西 什么家庭 应该说我比较珍惜我老婆 因为我有老婆 所以才会有两个小孩 我老婆真漂亮 真的看起来气质都各方面都很好 你看为什么好男人都结婚了 你问啊 你问啊 为什么好男人都结婚了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抓住 对啊 就是像你们一样 过去很野 这男人的心 怎么筛选 我前两天有那个电脑MS的 有个女的找你是谁 我说我不知道耶 我说我所有的好友列表都在那边 那那个是谁 我说可能就是 会有一些垃圾邮件或是什么 他就是要 我们一家房门人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抓住 对啊 就是像你们一样 过去很野 这男人的心 怎么筛选 那个三峡有个寄宫庙 金山有个什么 拜佛 女孩子很奇怪 我讲白一点 我又觉得女孩子很奇怪 她要找一个好老公 要是好老公可以赚钱 但是那个人又不可以在外面跑 要在家里面 然后 讲到心态 又要做家事 又要带小孩 没事还要聊天 还要跟他聊天 我会要求他做家事带小孩 那是现在 你听他讲 但是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坏的模组 但是重点是 这个模组里面的成员 都互相要有很坚决的心 什么叫心就是 像在录影一样 他是一个director 制作人说我要这样拍 但是结婚不是 他是一个共同的producer 这部电影你不是director 你要跟大家一起去produce 这真的很难 就共同做一个家庭 要演 有时候要演一点 就是女人要放 男的也要放 但是这个拿捏真的很难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个学问 尤其是婚姻 婚姻家庭这种事 不是说去 谁会买个东西 我今天要这个 我就可以买得到 那婚姻不是这样子 可能你现在买到了 但是后续的问题 是你没有想到的 你三个都是结婚前 很像浪子的人 就是感 他像而已 我们两个不像 后续他帅帅 那种很像浪子的那种感觉 结果结婚后反而是好难的 对啊 结果我们看结婚前是那种乖乖的 结婚后反而 整个狂野起来 怎么分辨 这个我刚跟 有个在讲 就叛逆期要越早越好 要玩呢 越早越好 林老入花虫是蛮累的 还是说玩得越疯了 也很难解释 所以我们现在就去夜店找 那我玩得很疯的 夜店没好咖啦 不是很高 你现在都觉得大好咖 夜店没好咖 不是我的说没有好咖 是说你今天会去夜店 是因为你想要暂时的放松 或是你想要暂时的玩玩 如果你的前提是要去找一个 可以一站一起 长久在一起的 那有什么好所在 这可能不是长久之际 好所在 你有没有推荐一些什么 我们往东走 然后往西走 可以遇到 你先去问季工在走 然后往外边走 我们来 书店啊 你们俩 其实你们在 你们旁边 还是可能有些女孩子会喜欢你们 你们会感觉得到 男人会有雷达的吗 李仁 会吗 的确会有吧 你看这 带着小豆豆在外面玩 一定有 做牵的狗 旁边一定会女孩在看着 李仁 哈哈哈哈 我老婆 我老婆会先比我感觉到 没有 如果说你一个人出去 你还是会 外面还是会有那种状况 你会不会有时候 还是想出去走一走 至少感觉一下 去玩一玩 或怎么样 真的不会 就是真的不会 不是说自己怎么样 是真的不会 我从结婚之后 我手机里面 我的女性朋友 一定都是我老婆认识的 那我的手机不会有 不会有陌生的女子打给我 她造成误会 对 我自己也会去避免 不是说我老婆这样要求 是我自己要去避免 因为有时候 因为我们的工作 比如像我们拍戏 没有发生过一次 就像手机那个电影 或电视剧一样 有没有产生过这种状况 好 我在家里 前两天还有 前两天有电脑MSN 有个女的找你是谁 我说MSN 我怎么讲的 就聊天的MSN 那语气是怎么讲的 那个电脑上MSN 有个女的找你是谁 我说谁啊 我说谁 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我所有的好友列表 都在那边 那那个是谁 我说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垃圾邮件 或者什么 她就是要叫你跟她视讯什么 你为什么那个东西 我说我怎么知道 会有那个东西 电脑就自己传给我 那我也没开过啊 那我觉得 我觉得女生会有这样子的担心啊 会怀疑了 太厉害了 而且老公帅又不得不担心 那女生的怀疑啊 严格讲起来 那每次都是准的 是 我们第二版很准的 都准的 你呢 我还好啊 因为其实我在外面蛮凶的 就是我只要是一个人 不管是牵狗什么 我的脸一定很臭 我先说过 对 你脸干嘛那么臭啊 长就长这样 要问我爸啊 剩就刷了 凶的一个原因就是 我不想惹太多麻烦事 那我就是 我就是 我自己就是这样子 那我也没有必要 刻意的去笑脸迎人 我觉得有时候刻意笑脸迎人 反正会招来很多 没必要的麻烦跟问题 可是我觉得如果 有伯格跟李仁哥 两个人比较起来 如果他们两个都在牵狗遛狗话 我会比较想要跟李仁哥搭讪 我也是 因为友伯感觉就是 好像有距离感 虽然他长得很帅 很想要去跟他聊天 或是聊个两句 可是如果脸一臭 就会这样觉得 就觉得说 如果开口问友伯格 应该会被拒绝 可是开口问他 他应该会不会拒绝 我也这样觉得 他真的真的漂亮 很漂亮的 一直跟他讲话 他到时候还是会 有小小瓣 谁想被文文上扬 跟你合来小孩 有崩提一点点 只用手堵住而已 不会啦 文中哥 都看 我说真的 其实都一样 心若止水 不是心若止水 其实你去想 其实都一样 那你为了这个 去衍生那么多 不必要 还要处理的问题 多累干嘛 这个就是代表 婚前谈过恋爱 其实因为每次 恋爱都差不多这样开始 没有没有 我婚前没有谈恋爱 文中哥 我已经正视 婚前全部是错误 婚后才是 哦 之前的女朋友 都很伤心 你听到 不会 现在老婆听得很爽 你们的雷达觉得 这个兄弟讲话 是真的是假的 真的 我觉得是真的 如果我是老婆 我会觉得非常开心 一些表里一致的 不是 可是问题是 你不会碰到 有一些 就是即使你婚后 还是会有一些 有一无一的女生 会释放一些讯息 你还是开心嘛 你还是会开心嘛 你接收得到吧 因为我的生活真的很难 因为早上送小孩 上课之后上班 上完班之后 大表去运动 运动完之后 就接小孩回家 回到家之后 就在家里面 然后就到晚上 小孩睡觉打电话 远路公司 睡觉 都是这样 生活却蛮小的 对的 像我的朋友 都是其他小孩的父母 对 那干嘛 慢慢这样玩的人 不找你的 那那种婚前 那种夜店的朋友 或是那种 都不来往了吗 不找你的 那你是故意 不给自己 有这样的机会吗 就把自己的生活 也不是 其实当你很知道 你自己要做什么 比如说我想把我失业做好 我就会想把生活简单 那又有家 又有失业 你真的没时间 讲说话是这样 没有时间 你看到现在 两个还帅帅 对不对 然后到现在 有不还在练身体 那是最近 最近才开始 给你个机会 量量二头鸡有多 只是量二头鸡而已 然后这个 二头鸡跟那个二头鸡 跟我们二头鸡怎么样 要那个脱外套吗 我又跟你说 量二头鸡 二头鸡啊 对自己的生命会很负责任 三十四 三十四公分 会哦 但是男孩子那个冲劲还是有 只是说 那那个冲劲怎么解决 刚刚有我讲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那对对男生那些 就是比如我非常爱冲浪 我对冲浪的那些欲望 慢慢慢慢减少 三十四 三十四公分 你让慧妮记住 三十四 三十四 刷飞机 三十四 现在电视机前的那个 你不要连一个最细的部分 那这六八 我刚才六八 我是这个 这这这这 所以韧妆哥你真的很厉害 阿诺啊 多少 哦 粗一点 三十七 三六 三七 三六 三十七 韧妆哥 韧妆哥 伯哥 若姬 放水了 梁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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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行 我们快六十岁 快六十岁的人了 不是你要这样子 这样 这样子啊 那是年轻时候 那个力量人在哪里 在那边 在那边冲浪 你不要穿背心 对对对对 有没有呢 在那边遛狗 趁他没有防备的时候 赶快量 多少 还不错耶 多少 三三耶 三十三 不错啦 差不多 所以年轻会缩嘛 会不多 就会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欲望 我叫我这两年 我的运动是打羽毛球 然后被小汤 你们公司的大制作人 他跟我是浪友 我说小汤 我现在比较少中打羽毛 羽毛球老头才做的是 会 我觉得会有点对 我以前有一段时间 刚生完孩子 没有多久之后 我坐飞机都怕 我一个人坐飞机都怕 真的 我怕我会想很多 我想 如果发生什么事情 我还怎么办 你坐飞机 我是过马路都怕 会慌耶 我有时候一个人出来工作 一个人走在马路上 因为平常都是老国小孩在身边 那一个人在走在路上 就是像你讲 不知道莫名其妙 就会慌 焦虑 焦虑就会焦虑 我就会觉得我一个人 那我要怎么办 我待会上完班之后 我赶快回家 或者是什么 就开始乱想 然后就怕被车撞到 对啊 你也会吗 会啊 老婆会带小孩子 就是说他们去看星星 可能一个晚上 我完全不知道 我要干嘛 我回到家的时候就慌掉了 老婆不在 家徒是必 不是家徒是必 就是完全不知道 没有重心 对对 就是飘在那边 然后就一直打电话 什么时候回来啊 星星跟咖啡 好想要找这样的男人 不不这不好 因为你已经不知道自己要 对 已经是一个习惯 重心真的在老婆小孩身上 好 我们 我们就等着看这两个 这两个都有 都有儿女的 儿子还好 等一下我问一下 有没有儿跟女儿教育不同 我就看看你们两个以后 女儿也会要嫁人的时候 没没没这回事 什么没这回事 教育 我是 爸爸都会这样 入罪 遭罪 没有嫁出去的这回事 现在讲到处后 没做 那之前是发生一件事 我觉得 对小孩的保护过当 反正其实并不好 因为我很照顾我女儿的牙齿 我一天要她刷三次牙 然后限制她吃糖果 然后不准吃太甜的东西 好 结果横齿 如此太健康 掉不下来 横齿已经发出来 从后面冒出来 我只能带她去拔牙 那我反而太 我反而那么的照顾她 反而让她多受了一层这个苦 所以我 我到现在还真的还在学习 就是对小孩到底 你要 你要到什么程度要放手 那个界限 女人你会不会那个 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 你自己想 建立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家庭 是 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今天才 才会做 才会付出这么多 就会朝这个目标去走 因为连自己的事业都说好 我演戏的工作都可以先放在一边 因为我们 我跟我太太都是 我们两个都算是单亲家庭 然后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 是在一个健全的环境下长大的 那这也是促使我们 我们为生活努力的动力 我觉得小孩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动力 对 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呢 你希望也必须建立一个 很属于自己 我蛮精准的是 你以我老婆为中心在做事 所以你基本上是怕老婆的 我觉得不是 尊重 应该是 当成熟了 突然想到以前 竟然这么荒唐 荒唐还在 荒唐公 就是你荒唐的时候他也在 你荒唐的时候他在 对啊 当然啊 你不是跟着他没做久就结婚了吗 我跟他在一起 像我们吃东西 你最后一口 饮料留给他 就吃面 好好吃 最好吃 你要不要吃 所以你基本上是怕老婆的 我觉得不是 尊重 应该是 当成熟了 突然想到以前竟然这么荒唐 荒唐还在 就是你荒唐的时候他也在 你荒唐的时候他在 对啊 当然啊 你不是跟着他没做久就结婚了吗 我跟他在一起两年多才结婚 两年多 跟他认识两年 这个过程中你还荒唐 不要脸 下流 他承认了 他承认了 我跟小慧姐七年我才结婚 七年 那你中间也荒唐吗 所以你荒唐了五年多 下流 漂亮 真的 说这两年你还其实也在劈劈腿 没有劈腿 劈腿 讲得好轻松哦 有一些坏习惯 例如说刚结婚的时候 说真的 还是会应酬 当然 但是 应酬真的没结果 真的只是 那只觉得很像交集 你知道 你会找理由 工作好累 所以我现在还在工作 或者是周末想说 那我们就去打个篮球 这个应得 其实这一些东西都 在那个阶段不太适合 因为小孩子也刚生 家里有狗 他那时候也在 所以到现在为止已经变成是 我常常跟我小孩子讲 我说 你们要怎么样 我觉得还好 你妈怎么样 你就完了 我如果跟你们一个建议 我不知道对不对了 我觉得女人的温柔 还是最大的力量 我们要以柔克刚吗 我觉得那还是最大的力量 男人哪 怎么会不犯错 但是你把他逼到角落了 把一针逼他逼他 逼他逼角落 你要讲 你要讲 逼到角落 他无地自容的时候 他就翻脸了 他野出受尽出来 男人你就要自尊跟面子 应该这么讲 要自尊跟面子 陶子 自尊面子 他做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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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子是真的这么能干 我说陶子是最棒的主持人 又能干 在家里听说对你非常非常温柔 他对我是真的蛮温柔的 就你有脾气啊 我脾气很大 你脾气大 带小孩谁不带 谁脾气不大 第一他会觉得说 因为家里大部分是 我在花时间照顾 那他在外面工作 那在外面工作 自然就会 就会比较分散那些注意力 那我的注意力 是可能长时间集中在小孩 那我比较难跳脱出来 那他比如说一出来工作 外面的人可以聊天啊 开玩笑什么 但身陷在家庭被两个小孩夹住的那个那个情绪是是你你没有办法一下子抽离出来的 对没错 那个很累 没错没错 所以他蛮体谅我的我我我我有时候在家的情绪 OK 对啊 可是女人哥你也对陶子姐很好听说你每个月都会帮他煮红豆汤吗 对我们有一些 你说为什么不煮红豆汤 因为身理期 身理期吗 其实很感动 还好 对那是那是那是有规定的 规定 就是我们有讲好 因为他觉得说男孩子再怎么样你一定要为女生做些事情 嗯 那我觉得OK啊 我觉得一个就是他不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帮他为他做这些事对我来讲不困难嘛 那这是个新意而已那为什么不做呢 哦这个很甜蜜 像我们吃东西你最后一口 你一定要留给他 不管要不要吃 不管他吃不吃你一定要问他 好好感 你要不要吃 怎么你吃什么我们不懂 不管吃就吃面 啊 好好吃这个好吃 你要不要吃 好他现在就不吃 可是你当吃完这碗面剩下最后一口的时候 你一定要再问他 你要不要吃 这倒一定要学起来啊 那整个融化 你哭你哭 你眼泪你哭什么 你哭什么 这个融化了 他就这次跟家人的分享 那桃子也会有你 谢谢 要不然说干嘛你吃不完啊 不行哦 那个很甜蜜呢 他除了留面之外 他还就是为了桃子 解淡出年一春 也不是淡出 因为这是时间的安排 因为我觉得有了家庭跟小孩之后 我觉得我们在看事情 不能够看短短的 可能两三年以后 我必须要 因为小孩跟我们成长一辈子 所以你很多事情 你必须要把它拉长一辈子来看 这个年纪 这个时候 我们因为我们两个有沟通 有讨论过 这个年纪这个时候 我们两个工作跟生活 怎么样去安排 我们两个去做一个 很好的协调 那协调好了 我们两个都接受 那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走 所以也没有什么 什么所谓的 所谓的好或不好 我是这么觉得 其实家庭的生活 对家庭跟工作 对我来讲是合在一起 因为我在 现在还要用脑 什么 所以你很难去分开来 所以我并没有说平均分配 你只能说我离开公司 回到家是 大概两点两点半 现在大概四点半 你就配合小孩下课的时间 因为现在有一个上全天 就四点多才会到家 它就配合小孩的时间 然后如果小孩的时间 越拉越长的话 我看也会改变 其实这段时间是很棒的 因为孩子在上小学 以后上了中学 补习什么什么东西 他交朋友 你们俩就开始要准备进入 一个半空窗期 就开始要调整 因为孩子跟你接触越来越少 然后就开始调整 其实我这些年 就是我自己会觉得有点失落 对于工作上 但是我一些朋友 他们就会跟我讲说 因为他们都是 比如像伟中哥 大概这年纪我的长辈 他们都会跟我讲说 他说你放心 你绝对不会后悔 他说这几年绝对是你这一辈子 最值得回忆的一段日子 那我现在开始已经有这样的想法 我现在开始有这种感觉 因为小孩真的太快 男人因为你的事业期比较长 所以没有你会演戏 搞不好你后来还可以做很好的导演 我觉得李仁是可以做很好的导演 因为你有家庭之后 然后你对戏的看法又不一样 不一样 然后你会导泄啊 你对人情事故的情绪 所以nothing loose 人要感谢经历 什么经历都是好的 对你人生都有帮助 不要听那些胡群勾当讲话 没有没有 他们说我绝对 我以后绝对会很怀念这几年的日子 非常重要 是人生最重要的 我相信 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在怀念 对对对 孩子慢慢长大 你就开始 就像我这年纪 我的孩子开始慢慢长大 出国读书啊 然后老二生开始叛逆了 你就开始 你就开始那个什么了 而且你下来了 他就开始一言九鼎了 所以他的 这个这个 你的儿子现在已经有这状况 对不对 嗯 松手 那就是报应 那精英有传下去 没办法 他厉害的是 他除了倔强以外 他也聪明 那都是这样子 所以他会讲出道理 他不是没有道理 那你都讲不过他 应该是说 我跟他的利益关系 让我讲不过他 其实叛逆是创逆的第一步 一定的 他要走另类嘛 对呀 搞不好你儿子就跟你个性一样 那人都会对自己 人不 人讨厌的个性 都是自己改不掉的一个个性 所以跟自己太相向的人 你看起来就讨厌 说说你的工作 你看我们今天两个都穿你的鞋子 在里 这是第一次 在Camper这个牌子啊 Camper这个牌子 就是导欧洲的设计师 第一次找亚洲设计师 就是找到成果 然后跟这些外商公司合作经验好不好 讲实话 Camper是最好的一次 哦真的 其他家说真的到最后都是直接是翻盘 我直接跟他对骂 是这样子 因为其他家的大公司都有一个概念 叫做我们比你好 那当然 所以你设计的东西呢 叫做 OK 他就是这样 叫做 Shoot 但是Camper很好的是 他从头到尾真的很尊重 而且是用互动的方式尊重 所以才会出现 我西班牙人拉丁人的个性 也是有趣 很豪白 很江湖 对对对 你刚才讲的Fenix 这个他这个鞋子里层啊 是两个颜色 是凤凰鞋 就是凤凰鱼飞 所以他地方有女鞋跟男鞋 女孩子是凤凰鞋 男孩子是凤凰鞋 对对对 所以在设 反正Mark设计在里面 反正你要设计在外面 反正设计在外面 但是他太规模 如果设计在外面 这双鞋要再等一年才会上市 那算 那个图案的颜色啊 什么 一帅不能褪色啊 皮不能够变硬啊 诸如此类的 要先试过 对 所以我就说这双卖得好 下一双我们再来玩 你做生意做到现在还是很 还是很硬 讲实话我也用 其实 从认识你之后 什么东西 认识你之后更硬 乱死 真的 我容软都狠 我们狗全身异于乱世 不求文达于诸侯啊 我现在跟你唱 真的是看了 其实看了你的例子 还有几个我朋友的例子 越来越硬 越来越硬 因为我发觉只要你有价值 而且你行的正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能 可能时间还没到 但是没有东西是不可能 嗯 对了对了对了 这个这个人生 其实不管是家庭啊 事业啊 工作啊 学习还长得很累 嗯 但是另外一半 其实蛮重要 蛮重要 那在你这个整个的 比如你也会有沮丧啊 嗯 你说跟外国厂商啊 吵架啊 你老婆帮不帮你 其他很好 在心情上 除非我今天想要跟他讲 要不然他不会过问 嗯 但是他这个可以去学看 嗯 这一点 就是他就是 比如说有时候我真的是 他真的是受不了 我就他都知道 我就已经 因为我很少躺在床上不做事 OK 但是如果他就会 过来按个摩或者 你就觉得 哎好 那算了 他会帮你按摩 不错 对 就看状况 哈哈哈哈 是啊 我就跟他温柔 还是最大的力量 其实老婆怎么会不知道 老公 到底心情好跟不好 等等等等 像 像 像李源你这个 在现在我们演艺圈环境 当然很多地方不太合理了 演连续剧啊 演什么的 两个小泪泪要死啊 等等等等 你有你的个性 我跟你合作过 我知道李源是好演员 也规规矩矩的演员 那换这种状况的话 桃子 其实桃子个性也不是 也是很刚的 我们 那你们两个 换这种状况 又在同一个圈子里面 怎么办呢 我们会帮对方出气 就比如他 我工作回来 我跟他讲今天工作不愉快 他就 那个人怎么可以这样 那个怎么样 那他今天工作回来 跟我讲说 今天发生什么事 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对对对 所以佳仁雄啊 小汤啊 王伟忠啊 这个是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阿肯啊 那都被对面 我们 我觉得 我觉得当下 当下一开始 你要先帮对方出个气 因为你是他最重要的人 那这个时候 你如果你在帮对方讲话 帮外面讲话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对 一定要帮自己人出气 出完气 心情平复了 好 我们后面再来怎么解决 这是我们两个的模式 对 你现在亚洲大学 还有在上课吗 还欠一个请 所以这学期还是会 不过这学期一个月一次 一个月一次 上次是两个礼拜一次 好像你是一开始上课 说让他们 让他们帮 要每个人要画一个房子 那其实是Stanford的一个测验 测验你的那个 想象力什么时候停止 想象力什么时候停止 因为人的脑 基本上越老 它的连接点会越少 老 那就讲到我了 那我们先来测验一下 你是要求学生画一个什么 应该说在30秒内 画一种房子 30秒 对啊 究竟李里元与王伟忠 会画出什么样的房子 人老了 真的就没有创意了吗 像是李仁哥啊 就是为家庭真的付出很多 那其实桃子姐都看在心里 那今天呢 我们就请到了 桃子经营客人 我们一家访问人 蒋老师的创意课程 在30秒内 一直绝画一栋房子 来看看一个人的创造力 还没有时间 还没啦 十秒而已 所以快刮他画房子 你才可以看出他的创造力 你看他大脑挺美的 我现在不会不太会画画 哇塞 太小了 你床子感觉很虚无缥缈 五 四 三 二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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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绝大部分的人都是画三角形的屋顶嘛 对 一定有颜抽 一定有太阳 可是我们小时候就这样学啊 所以你就想要力大概六吹就停 那伟中哥比较厉害是因为他做自如的太久了 我说真的 以我们喜欢的话来讲 人是一个动物 所以他很喜欢看到后面有树 前面有树 为什么 因为有危险可以上去 而且一定要有一条路 可以逃 我以前可以上去是这样 这是一个本 你去看卖的好的树苗都是这样 写实的树苗 然后一定要有山 因为这跟我们以前的生活环境 所以绝大部分很厉害 都抓到了 哇 有树 树 原哥 可不看我跟家庭的感觉 他们的心理 他们的心理考验 我的是 就是方方真正 对 因为我就比较不喜欢像你讲那种尖三角形的 我喜欢房子是很方正 这好像市政府 就是 我要一个大房子 我希望我全家人以后 我小孩大了都能够一起来住 然后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还要有一个可以溜下来飞上去的那种溜滑梯 小孩太开心 很棒啊 都画得比学生好很多 真的啊 很多学生真的都是画老师教的 烟囱 好像在我跟慧妮没有画 不然我们就会画三角形 然后有烟囱 有篱笆 老师说 你的女儿跟儿子 谁的创意比较强 讲创意 儿子比较强 对吧 创意嘛 很好啊 你要有批雪 你要很感激啊 所以要一字而交 你要叫 你们俩哥们叫 李仁常提醒你件事情 说你儿子是有创意的 等等等等 要常提醒你 要不然你就活就起来了 我再休息一下 老爸对小孩永远是不满意的啦 李仁哥啊 就是为家庭真的付出很多 那其实桃子姐都看在心里 那今天呢 我们就请到了桃子姐 来现场跟大家一起谈谈 不相信啊 来桃子姐 怎么回事 我还要看时间 对啊 我想怎么可能 你还在爱不要你伤口 别怕青春消失 就无心单纯的美梦 我在这儿 要为你的坚持感动 你回答 有一天会是负担 不太好 高业上不太去 高业上不太去 哎呀桃子 桃子 哎呀太好了 跟老公相处得怎么样啊 我的老公是全世界 怎么样 太害羞了 最浪漫的男人 哦 他每次都说到 他是最不浪漫的男人 是 不过在我心目中 怎么样 太害羞了 虽然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 还有两个小孩 不过我现在坐在他旁边 心仁还是扑通扑通跳 哎呀 这个学得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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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觉得他跟桃子有多像 也蛮像啦 我觉得他那个眼睛鼻子都很像 拜拜 好 你见过那个路的表演没有 你看到他 会不会很很多 微信 我实在我 我刚 他说你骑我老婆来 快刮起来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没想到我老婆 接应该 来跟学生的没 没有 没有 好紧张哦 我还有回来有种 抱歉 对对对 我怕我老婆来乱了你们节目的整个 整个氛围 很棒很棒 陶子在家里真的对你就非常温柔 对 真奇 我很少看到陶子温柔的一遍 就是在工作上面 我们试一下我们兄妹 我跟陶子个性太久了 所以兄妹那个真的就 很少看到很温柔的一遍 陶子姐在节目上就是主持的时候 也都是很有主持人的样子 然后可是只要 主持人Cue到那个敌人歌 然后就整个就 然后就 就是消失了 对啊对 真是爱到了爱到了 对啊 谢谢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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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厉害 再来啊 她自我 谢谢啊 哈哈哈 真的吓我 哈哈哈 旁边的那个更吓 没有有柯哥更吓 对有柯哥吓死 没有吓死我 我只怕说我表现得不好 我接不下去 哈哈哈 等于我下次不要玩这个人 对啊吓死我了 很怕 有过还有怕的地方 你看看 嗯 我要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其实身为名人的也蛮麻烦的 嗯 我问你们一个事情 比如说人家说你们是像你 没事就这样说你是标准老 模范老爸 这边说是什么心好男人 这种词对你们来讲 那你很讨厌 很讨厌 非常非常讨厌 你今天刚刚有这个机会 我知道你们会为什么 但是你但是观众会不懂说 有些观众会不懂为什么这样讲 你们会觉得 对啊 不舒服 为什么 我自己感觉 我觉得这样好像好像表示我这个比较没什么个性 哈哈哈 我不知道可能男生的男生的心情吧 总会觉得在事业上必须要有一有一番充斥 那你是先好男人 先好爸爸就表示你是你你充斥的地方全部是在家里 那当然这也是一个好事 只是我会觉得说呃 这只是我我该做的事而不是我我为了要怎么样才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我我并没有 不是刻意要去做这样子形象 对 我非常讨厌 我因为压力很大 我在路上挖个鼻孔我都觉得不应该干嘛 哈哈哈 不应该 我是觉得他有点子 有点把其他人的努力全部发为乌勇 对了 所以我很不我觉得很不公平 还有啊就是像有个麻烦就是你俩都是名人 比如说孩子到学校学校去的时候你去接送他他有时候开始慢慢不希望你去了 会不会这样子 不会了因为其实我接送也是蛮凶的所以没有人去烦我们 这样实话是这样 那再来是他不用因为学说那讲有博多以后你其实会啦就是他们还是会这样讲 只是我都跟我小孩子讲这个就是命啊 那我有跟他们讲说哪一天他自己来问我说 你想要知道家里的事我说那个时候我在告诉你 那现在你们反正就是普通人 你现在对这个蒋家的第四代是不是你还会有点点不舒服吗 会有点什么吗 嗯 嗯我觉得其实没有舒服不舒服 我觉得那就是我的一部分 只是我不会去用这个来 我不想去利用这个东西来得到东西 嗯 这点我觉得大家都看到了 对啊对 不过我是觉得他其实你别看我觉得他心非常细 有时候过度细细到很可能为了要保护更多的人 所以他会把自己烧到很像大炮一样 这就是这个这种结法你会被 比如说会让你妈不舒服还是会让你自己心里面会有点委屈 会不会 我觉得因为让他们觉得不舒服 但实际上面我现在在看的是如果我现在不这样做 那小孩子怎么办 我有时候觉得这个结法哦 这个结法是很很辛苦啊 你要为自己的小孩子去想说 虽然你小孩子真的就跟平常人一样 因为他讲过一句话 你要问他以后你要怎么过去 他说我们安静的过日子 你长大的过程里面都是不安静的 嗯 没有安静过 早朝不访问你了让你不安静我就完了 不会不会不会 不会不会不会 我没工作回来找你 不过 不过 不过我就让 或许让某些观众能了解啊 我觉得你说像我跟李仁 或你们我们大概只做第一代名人嘛对 啊 那他这个不仅是名人 那有国家各方面的国仇什么东西一大堆的东西累积在那个地方 我就对蒋友波来讲的压力极大 嗯 但他解的方法可能是自嘲 哦 自讽 嗯 自侠 有很多这种方式 这个不是普通人做到他不是为他自己 其实为了孩子这样去这样着想 嗯 这个事情你大概还不会那么是你了你儿还儿子跟女儿要懂这么深的道理 我觉得可能是以后很久很久以后 我会也不觉得了 其实伟中哥我说真的啦 这么多年下来你会 你不会要求任何人去了解任何事情 你反而只能关你自己 嗯 他了解就了解 不了解也 也不了解就好了 想开一点 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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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伟中哥 最后我们要送你一首歌曲 好不好 祝福大家这个 你们事业顺利 啊 谢谢伟中哥 轻轻的我的宝贝 我要越过高山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 轻轻的我的宝贝 我要越过海洋 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 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 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 摘个星星做你的文具 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 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 啦啦呼啦啦 呼啦啦啦 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 啦啦呼啦啦啦 啦呼啦啦 最后还要平衡回来回来 告诉你那一切 亲亲我的宝贝 那一切都会被握到 我们下词 再度 这就会 太阳 小